楊鋒你就是做歌手這麼多年 你看大家都這麼愛你 結果沒有人記住你的歌 他只丟了幾次就中了 你有什麼話想對Tyson Yuxi說 我想幫Tyson宣傳這首歌叫 F*** you and your friends 好不好 我想幫他宣傳 好弱喔 沒有S 有啊有有有有有S 有S啊 而且重點是他就說 我想幫他宣傳這首歌 就是你就不敢講 你就不敢啊 你為什麼那麼俗辣啊 我就超俗辣不想怎麼樣 不然就等著 他的歌名你可以直接講的 Paul一定敢對不對 Paul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沒 還沒 不好意思 老藝人很 老藝人就是這樣失控 不給你CUE不斷 不能CUE 你要聽我們有請先轉 你先請 他先請在那個 對 你在看好像有S喔 有S 有S 就是Paul哥 那你看Tyson Yuxi就是現在年輕帥 而且頭髮又多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他說的 我跟你講啦 但我這個年紀看多了啦 很HAPPY耶 很HAPPY啦 久了就知道啦 你怎麼罵成這樣 嗆一時是小事啦 對 看能嗆多久啦 對 沒關係 這是單曲還是專輯 單曲 我是HAPPY 所以是誰啊 一位朋友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 讓你氣成這樣 還要幫他寫一首歌 對 就背叛啊 就人生遇過最嚴重的背叛吧 哪一種背叛 一件很傷我心的 就錢就不講了嘛 很傷我心的事就是 本來結婚我要找他去當我的伴郎 然後他 我問他嘛 他說好 然後之後他跟我的朋友說 又沒錢 做來幹嘛啊 這樣不就要再打一份工 白癡啊 這樣子 你剛剛不是兄弟嗎 對啊 對啊 你覺得當伴郎也要給錢嗎 對 所以就是講說 這一段關係走到最後 就只剩下錢而已 因為是 也有工作 真實故事啊 真實故事 所以這個朋友已經離開你的世界了 對 已經離開 所以為什麼是your friends 就是兩個好兄弟 吵架的時候 一群朋友總要選邊站 或是邊會選你 懂嗎 所以我 分到你這邊的人比較多 還是分到他那邊的人比較多 一定是他這邊多啊 我 你不能這樣算吧 但是 就有一些 我會覺得 啊 他這樣對我 你怎麼會站在他那邊 對 難道你不懂我的感受嗎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就會 and your friends 那一群 所以你這麼恨他 然後他竟然在KTV 還唱到我為他而寫的歌耶 也不是啦 就是我 對 對 對 反睡 對 他太微風了 他一定很驕傲的啊 對啊 他會覺得你深深地愛著他 真的有些時候我覺得 這些東西比 男女之間分手更 更困擾 更困擾 對 而且錢賺很多 然後他人情有錢 很多東西就開始變了 像我們現在都沒有這種體會 因為都還是15年前的好朋友 然後大家都一起選嗎 對 大家都沒有錢 所以你十五年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突然冒出頭 變得很有錢 就派催客吧 對 我覺得是催 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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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講 你會放 你會放我真是在你這邊耶 他講這話會不會太過分啊 對啊 沒有傷心太過分 對 好是 要不要講 小時候是他不理我 等一下 好棒喔 好棒喔 他就選了 等一下 他都超帥的 不是 我們真的沒辦法認識到他 不是 你和你的朋友 還唱那首歌 我已經離開了 我已經不在大學 只有很零星的基材 李維鋒那你說 你以前那十五個朋友 有包含我嗎 老實說 我譬如老實講 他大概是第十六個 是不是 你講真的嗎 他跟他說 你以前跟他不熟 你聽到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雖然是事實 但心裡會有點受傷 你知道心裡有塊柔軟的 如果是事實的話 你受傷幹嘛 我現在有道理耶 我們是長大變熟的 我們現在還會私底下 也會出去一起玩 一起聊天 他現在約你出去 會不會請你吃飯 目前是 我們還是屬於各分各 但是我希望從今天之後 高價錢 你為什麼是看得像我 對啊 他說我學長耶 不是 因為你的成就很高啊 就是你現在 可以請一頓飯吧 可以啦 不好意思 你請我們大家 白說 白說 白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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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你學我都只吃雞胸肉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你還在吃雞胸肉 對啊 What 你看他奶那麼炸 你看他炸奶了 你是說 從上次 我們就這樣 你見到現在都只是雞胸肉 對 天啊 然後不同的調味方式嗎 就只加泡菜啊 好啦 我們來聽一下就是 財富不自由的人 是 努力中的朋友 你們現在還是覺得自己過得很不自由嗎 Sabrina 是有一點 因為我就是一個超級愛旅遊 然後很愛吃東西的人 然後我每一次 我覺得其實我算是 我身旁朋友裡面算是 工作時間沒那麼長 但是賺的錢算是夠用 但是因為我又太愛花費 所以就常常 出去旅遊 我就把錢賺的錢全部花光 然後回來之後 像我現在又回來露營 就是因為我就是剛去 剛出去玩 然後現在要開始工作 而且你不是去美國嗎 美國玩之後又去哪裡 去夏威夷 哇 貴耶 你到底耶 然後等一下你要做 商務艙嗎 沒有沒有我都做 我都做那個 經濟艙 對 經濟艙 就是我其他 我只愛花在那個 旅遊的體驗上面 還有吃東西上面 因為我覺得看下來 我覺得你過的人生 算是滿自由的耶 自由人生 對 因為都是我對手 看你IG就是在哪一國玩 對 在哪一國玩 對 對 對 而且他開了車子 做的這些什麼 都是好的東西 好料的 然後旁邊都是帥哥美女 對啊 就是都是你們啊 沒有我 你手在那邊講話 對啊 在IG下回應 沒有啊 在那邊亂講話 這種帥哥美女 是有錢買不到的耶 沒有 可是人生 就應該是這樣啊 不是嗎 就是我身 我真的身旁好多朋友 他們就是被金錢束縛 每天都好認真工作 然後他們真的是 有好幾個朋友 他是 認識我十幾年 然後從學生時代 開始認識到現在 他們其實已經收入五億以上 但是就是他們很不自由 然後很不健康 他們還是覺得 每天要努力工作 對 賺不夠 他去年跟我講說 他賺到兩億 他就要收手 然後到今年 他已經突破到五億 他還是覺得不夠 然後每一天都在喝酒 然後很多聚會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即使我有那麼多錢 我也是 我還是想要選擇 我現在這樣的生活 就是我很自由 然後我可以到處去體驗 不同國家的就是 男生 不同國家的 對啊 所以你不被財富束縛的 生活是很自由的 對 所以這個是 他是自由派 生活自由的 心理自由派 立塔真的很難過 對啊 我聽完以後我想說 我真的是現場 你應該是現場 我唯一有資格 坐在這裡 因為你臉看很少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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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就是聽完之後 有點愁暢 對啊 他剛叫很小 還是眉毛化太低 可能也有一點 但是我是真的 聽完以後想說 就是我覺得他也沒有 你有必要坐在這裡 任何的不是有嗎 有啊 因為其實像我就是 像他說的 我都沒有賺到五億 我賺的錢都很少 然後我就每天一直在工作 然後之前還沒有結婚生小孩的時候 還會一直在想說 我可以買房子可以幹嘛 有這些錢可以幹嘛 結果現在結婚生小孩以後 發現錢根本不夠用 就完全不夠 然後就變成我更需要 因為小孩真的要花很多錢 因為他現在還很小 可是我現在變成每天 我更需要花時間 我一直在想說 錢在哪裡 錢在哪裡 然後 因為我現在目前聽起來 大家每個人 都是有自己的副業 可是我是完全沒有 我就是只有 就是完全靠勞力在賺錢 然後因為像我之前 當然也有想說 每個人都說要被動收入 然後就是要買股票啊 或幹嘛的 然後就會去問一些 常常在買股票 或是我覺得很厲害的朋友 說買什麼買什麼 然後他們跟我推薦的東西 我一買全部都賠耶 然後其中最誇張的是 有一支股票 是那個時候 有一陣子 有一個那個APP 叫Clubhouse 非常的紅 然後那一陣子 就有一支美股 美股很紅 因為他們就說那是Clubhouse 後面技術支援的公司 然後我就覺得 喔 他們就說可以買這個 然後我就去買了喔 然後買了之後 它就一直跌喔 跌到現在喔 因為我那時候 大家都跟我說 沒關係 你不要賣 你擺著 之後一定會生回來 你只要不要賣 你就沒有賠錢 然後一直擺 一支擺 一直擺到後來 就是之前它一股 每股是一股一股算 之前一股是一百塊 美股買的 現在變一塊 百分之一喔 那它真的 百分之一喔 真的是一塊 一買之後 它就開始一直跌嗎 對 一百萬變一萬耶 那個APP後 因為那個APP後來就不紅了 對啊 有一陣子是大家很愛用那個 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對 然後現在就不紅了啊 以後是全世界有 我以後跟買反方向的就怪了 對 我跟妳講這種話 這是明燈耶 所以妳每買一個股 它就一定會跌嗎 對啊 然後像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視野朋友 就是那時候是有一個 大家都跟我說 她很厲害的朋友 然後她還拉我 我還被拉進去 她的那個投資的群組 然後就是裡面 很多很多人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都會按照 她的建議去買股票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我都還會私下訊息 她說我說我真的 很需要賺錢 妳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些 真的有一些 妳覺得非買不可能 因為他們在群組 會丟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就說我真的沒空看 如果有什麼非買不可能 妳可不可以私下訊息我這樣 然後結果之前呢 她就訊息我說 有一支這個 妳現在就是趕快買 因為之後應該會比較 然後我就買了之後 前幾天真的有漲 前一陣子有漲 我就很開心 想說要賺了 要賺了 然後接下來 就開始一直跌 一直跌的時候 我就會很緊張啊 我就開始訊息 我那朋友說 妳不是說她會開始飆漲嗎 會一直往上升嗎 怎麼開始跌了 結果那個朋友不見了 她不見了 我再找不到那個人 妳不見了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股票大師 傳說中的股票大師不見 妳投入了 我都想說 妳投入了 沒有 可是她也沒有騙我的錢 她叫我買 她有需要休失嗎 就我不知道啊 她要去騙妳的錢 她就是 她也沒有騙我的錢 她一定是配偶操作 對 我聽說其實像有那種詐騙集團 就是妳 她一直叫妳買 然後她會先讓妳覺得 好像有漲了 妳很開心 妳就投更多 然後他們就直接 她在那時候就放 寫到市場 所以這是詐騙嗎 她從中可以獲得一些 可是她沒有拿 對 其實沒有啦 那個術語我不懂 就是她就是會讓那個股票 就是純粹能喝韭菜 可是妳用妳的 妳的能力去 叫所有妳的粉絲 去買一個東西 對 然後價格升上去的時候 妳又被 在背後全部賣光 妳就全部賣光 對啊 來賺錢 觀眾朋友們 一定想要知道 你們這些財富自由的人 不是有秘訣嗎 小撇步高 有有有有 這些來這些 後哥的 收入還有這個 鼓勵跟出資 因為這最有 像我們台股的話 基本上我都賺那個 50 就是固定 比如說像那個中華店 還有那個中鋼那些的 可是妳要研究 每年有3到5%的 對 3到5%的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買了以後就是放著 然後等她每年分股息 但每股我們也有做 每股就賺那個價差 然後這個租金的話 是我發覺我對不動產特別的 買很多不動產 特別 每次買每次賺 沒有一個 你旗下有幾個不動產 現在都清光 現在只有兩間 就是一間自己住一間租人 但以前多的時候 有到三四間 那你那個租金是收多少 租金的話我現在只keep小 因為那個 而且這個小的那間 keep是有意義 那是起給處 就是那個時候 我跟咪咪那時候 認識咪咪的時候 八坪的一個套房 那個八坪套房 是因為沒有廚房 沒有後陽台 也不能洗衣服 也不能煮飯 也不能放冰箱 幾乎什麼的問題 那時候你們只能 XX的時候 學長這樣睡覺 可以了吧 配配的 配配的秘訣是什麼 婚紗店 我覺得這個 小小的一個小事件 但我覺得可以給 所有年輕人鼓勵 因為以前我其實 我們家太窮了 我跟依依就是一直 主持活動 就是勞力 有人找我們接案子 我們才有錢賺 所以我把主持活動當主業 然後我學 那時候又明明又是大學 然後把那個跳舞舞者 也是主業 我還幫溫蘭的MV跳舞 然後他走秀也是我主業 我還跟小燕姐一起走秀過 就牛仔褲的 你走在前面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 對 然後就是 所以我那時候 一天只睡兩個小時 就是賺的全部都是辛苦錢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開個婚紗店好了 然後那個婚紗店 我就把它當副業嘛 然後我就想說婚紗 那個台灣的人 都穿那種韓國的衣服 那有沒有韓國的婚紗 穿起來一定很特別 所以就真的就開始賺錢了 婚紗店 然後結果進了一大堆 然後所以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錢 多餘的錢花在裝潢上面 就很簡陋 然後就有一天 我們就一直接電話 想說 為什麼大家一直開始來預約了 預約到我們的那個 行事曆格子都滿了 我就問了其中一個人說 我想請問你是怎麼看到我們 對 來了 秘訣來了 對 是什麼呢 結果他就說了 因為今天雅虎奇摩 那年代也在雅虎奇摩 雅虎奇摩的首頁 今天登了你們的店 介紹你們的店 我想說 怎麼可能 在填中 自動喔 然後我就趕快點開來看 發現是我們店裡唯一一個客人 而且還只收半價 就是朋友 對 那種的 他一穿上去之後呢 他親友就問爆了 他就 效果好 對 他就寫了一個文章 在他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就爆紅了說 哇 原來台灣有可以買一道 真正韓國的婚紗 或者是那個韓版的禮服 這樣 然後結果就上了首頁 我們就從此以後 生意就是這樣 直接這樣 然後 會耶 他又很重要的點是 新聞媒體就一直來爆了 我就突然發現 哇 原來以前累積的東西 像可能很多年輕人會覺得 我就做成這樣子 我可能一輩子我就這樣 但其實我跟你說 真的是一夜之間 一夜暴復 對 就是你一直累積 你就沒關係 你就等 然後捏門店你就等 然後一夜之間我就變成一個 有一個印鈔機 我現在都不用進店裡 然後就每個月都會有 對 在基本的那個收費上 所以印鈔機就一直在那 對 印鈔機就一直在那 對 印鈔機就一直在那 然後每天印多少 每個月 每個月 大概我自己可以分到 五十左右 這麼多 五十萬 就跟老公分完 一個月 對 因為我是跟老公一起 所以離婚的是你妹妹 姐姐 對 姐姐 你想說到現在才 對 到現在才哪有 對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 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鈴鈴鈴 小鈴鐺 挑上 projec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